主耶稣 到西哈 大概我們有很多時間來見 很高興今天來的 今天來的日子 今天來的日子 正好是 再過十天 聖靈降臨 聖靈降臨是 四十天 我們知道復活節以後 四十天是主耶穌 生天的事實 在《使徒行傳》裡面 主耶穌生天的時候 是什麼生天呢? 他跟貴重人一起 在講述未來的事情 那些 使徒還在問 你的國 什麼時候在來臨啊? 什麼時候在來啊? 這個事情 你復興奢獵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啊? 在帶你國什麼時候啊? 主耶穌說這個事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要打透聖靈的降臨 說完以後 他就怎麼樣呢? 慢慢就升空了 升了空以後呢 慢慢就有雲在他的腳底下 覆蓋 這個聖靈的過程 作為大家來說 真正的事 可以不舒服 實際上這是聖靈的工作 聖靈不光是做這些工作 還有做聖靈的工作 所以我今天要講聖靈的工作 我更喜歡 大家能夠去捉獲神 神裡面的事情 但是可能我們捉獲神裡面的事情 太多了 我們就把世俗的事情 忘記了 而今天我們所推的這個經文呢 在《哥林多前書》二章《悟經》裡 保羅恰恰就說了 他說我們有兩種智慧 一種是屬世的智慧 一種是屬靈的智慧 這表明我們跟這個世界是不開的 聖靈不光是把神的事要跟我們散 聖靈要把世間的事要跟我們散 所以在我們講到之前我們做一個 實在的節目 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吃下你的壞 你的壞瓶在耶穌基督身上 向我們彰水出來 你這個聖靈 向我們明白所有的事情 因此我們藉著耶穌基督 聖靈進入我們的心裡 是我們得到智慧的理由 也知道聰明的 能力的理由 是我們得到這一切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理解壞此 求主我們把這一切 要刺點在這個地上之間 使他接著耶穌基督 接著你的話語 使他的生命能夠更新 心意更新 看見這個世界 人墨後在我們講坤 我們去上場 報告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中國有句話 叫做什麼呢 叫做 曲高和苦 大家都知道 如果這個曲子啊 太高聲的話 後面這個 唱歌就越來越少了 所以就是 曲高和苦 唱曲 唱歌是這樣 實際上 我們在信仰的道路上 也常常是面臨這樣的情況 就我本人來講 我這幾年來 特別是我也 加入一個社交媒體 我也跟很多同事同意 包括文武爭之間 也有很多交流 但是談論到這個 世俗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我們這個觀念 越來風氣越來越大 甚至以前我們非常要好的這個牧師 會因為 這個世界上的這個真 觀念和 這個 故事之間還分析得很好 所以這個事情帶大家 不同為奇 最大的 看法 這就是會 你會感受到 就像 我們怎麼後面來 我們走一條路的時候 本來大家都在傳福音 傳福音 傳福音 我怎麼會越傳越不單 因為我 觀念的人越來越少 大家不知道我怎麼會奇怪 為什麼呢 使徒們 你看那些門徒們 當年傳福音 他們所面臨 進行使用的地方 就是我們這樣子 你看保羅 他先到儒太會堂去 跟大家先講 大家都從來沒聽過他講的東西 都在反對他 所有人都在反對他 他面臨都是反對 他跟他能夠聽到 跟他能夠相互的文字 很少 甚至他和巴拉巴也分析 巴拉巴和那個 馬鐵也分析 他就帶了希拉 和這個 經過漢去做傳福音 那保羅是無恥的 那我們今天 我們也應該說 學習保羅這個精神 不要怕我 不要怕我 因為你要只要 把你的話語 你的觀念 是建立在神的心靈上 我無所居然 最主要的就是 從現實來講 和世界上這些事情來講 我跟大家最多的分析 第一 就是在打疫苗上面 那些打疫苗的 我因為我早就知道 病毒和疫苗 這麼相隔 這麼長的時間 病毒本身就是一種生化問題 然後就去打疫苗 這個疫苗怎麼可能 所以現在很多人打疫苗出世 所以在打疫苗上面 跟很多人有軍器 然後呢 在俄國戰爭上 又有軍器 那麼到普遍 應該支持他 如果作為我們的觀念 來說 作為一個親密 我們千萬不要談親密的事情 因為你如果熟出聖經的話 你去看旧約裡面 以色列人是怎麼建立他 一定是親密 照我們今天看來 一定是親密 他把人家趕著 甚至把那個地方的人都滅絕 這不是親密嗎 所以我們不要談親密 因為今天我們不談親密 我們只談神的命數和功能 所以這個世界上 你們談親密 都指責別人親密 說不過去 比如說 把衛江湖戰爭 戰爭的朋友 打伊拉開打阿班是對的 現在佛羅斯沒打 烏克蘭是錯的 為什麼 他是親密 那麼以前打伊拉開打阿班 親不親密呢 不是親密 那你就是雙重標準 所以 是一個分期 所以 到後面來 大選 又是一個分期 所以這個分期 走到後面 你會感到 跟自己能夠觀念相同的人 是越來越少 但是 這會難到國嗎 不是 我對我自己的改變 也感到驚奇 我過去是一個 絕對擁護民主自由 但是我現在 我對民主自由有興趣的看 我現在完全轉變 可以說別人照顧 我對我的轉變 我都感到非常的驚奇 這個驚奇 是讓坦白的時候 當你去看聖經的時候 你就應該是怎樣 因為保羅在羅馬說 十二到二節的時候 他就說 不要效果這個世界 只要是把心靈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神 何為神善良純卷 可喜悅的指定 可喜悅的指定 神的指定不是一場一遍 或是說你在聖經裡面 有改變 有改變 你要看這個世界上的變化 因為我上次講的 神是做新事的事 上帝是做新事 我們的生命有一段更新 如果你的生命不更新 你的生命就是死 生命的意義就在哪裡是新的 神的主義是新的 神的主義是新的 你怎麼去看 能夠掌握神的主義 能夠理解神的主義 就是你的心靈要行 你要跟著心靈要變化 你不更新 你保持你的成就的觀念 你根本就跟不上上帝的神的 這就是你要反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你要站在這個聖經角度 你看神的話 你知道做的是對的 你是更新的 所以你要查驗的時候 你就知道 哦 我是站在這個聖經角度 你就放棄過去 互有的所謂的東西 你認為是好的觀念 量上的觀念 所以更新是重要的 當你更新了之後 必然和那些不能更新的朋友 什麼呢 就是 分明 那麼今天我們就從保羅 保羅所說的這個 《克利多前書》這一章 我們最近這個概念 從第六節我們看 他說 然而在完全人主 我們也講智慧 但不是在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在世上的五權 有位將要拜望人的智慧 而保羅說的這個完全人 我們也講智慧 他這個完全人就是指一種成熟的人 成熟的人就是指他的人次 心智都是成熟的人 理智、心智、成熟的人 是非常強的智慧的 在這個世界上 能夠做到有權有位的人 都是心智、理智、成熟的人 有權有位都是有智慧 也善於奴虐 所以會利用什麼 民眾的心態 利用事件 因為,憶事實党 是民眾都不直接腫著 特別在現在的民主國家 選舉擁ocado 更是發致 這個能夠被選上去領導党 他不是一般的人 絕對就說沒有這個人 他是有所謂 他在這個英ス立島 把這個選情和民調琢磨到大家的心裡說想的東西 然後讓你們都送他的票 真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智慧 所以他們才能獲得民眾用戶的權利和觀光 那麼我們知道他們不光是這樣 他們還會來超顧民眾的意識和認識 怎麼樣來操作議論 其實操作議論就是我們現代這個世界上才心事 早在羅馬的時候就知道 也就是在耶穌基督徒我受難的時候 受了苦的時候 我們看我們在經文裡面就很流行 在陸家學院就知道 羅馬士兵因為看見天使而昏絕過去 祭司長就用錢去收買士兵 就跟他們說 叫他們說好話 說他們是睡著了 然後耶穌的民眾就把這個士兵呢 就給偷走 就是我們掩蓋和否認耶穌是從士兵來增加的 這就是猶太人目前做議論的項目 讓大家不相信真相而去相信我們 所以這個情形和我們今天的這個社會形象像不像 非常像 許多國家政府和私人機構媒體 社會都被後面有個全史 有私人的人用權 用權聲明 讓他們說他們想說的話和新聞 就是眼袋真相 以便引導民眾的認識 只要他們所需要信息留在媒體當中 所以說聖經中所描寫的有權委會 和今天世界上有權委會的都是一樣的 都有同樣做過的智慧 當然這種人有權委會不光是掌權者 也是保羅在英文書書中說的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及現階在貝利赤子心中運行的協定 這類貝利赤子掌權者的都是屬於將來滅光的問題 這類俗世的智慧是以空中掌權者的運行 在貝利赤子心中的協定是最高的 即使如此呢 他們也是屬於將要拜訪的智慧 這就是拜訪的智慧 好,第七 我們所講的兩世從前所隱藏神奧秘智慧 就是神在萬世人異定所謂的能量 那唯有神從前將所隱藏奧秘智慧所謂的能量 這個智慧不同於我們世界上的有權宜的智慧 這個智慧是讓耶穌基督裏的能力再次不再接 雖然我們無向有權宜的能力 可以享受今天的世界上的全力 但我們因為法國所說的 在未來審判天使的權力 這就是神在萬世人前所異定的 如果我們不受有權有貴的逼迫 我們不經歷苦難 我們不經歷今天這些紛爭 不經歷這些痛苦 不經歷這些邪惡者 邪惡的天使來迫害人 你知道未來怎麼坐在那個牢桌上 去審判這些作為的天使嗎 你的依據是這個 很難以清新的體會做出公正的看見 所以弟兄弟們 你們不要怕經受苦難 因為你今天誰經受的苦難 是在你未來坐在寶座上 審判邪惡天使的你的依據 是你的資格 否則你沒有資格坐在那個 審判的行程去審判 就像主耶穌 所以他要經歷這些痛苦 被人忽如意會 死在實際下降 最後沒有他能夠審判的全世界 所以這個智慧是事實上有權有位 沒有一個人的照理 因為他們知道了主將在白色大寶座會審判他們 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敢把耶穌去定位實際下降 所以因為我們是在這個世界上忍受各種的迷惑 磨練 生活在這被世界所拋棄的遺忘的層面 正如聖經裡所說 降人數氣的失法發展事件 但是在未來 現在確實在千許人活動裡 神與主一同做法 在新天新地裡 你神同在活動裡 是這個世界有辦法想像的 也就是你們從來沒有聽見 也沒看見 也未曾想像的 都是全新的 是全新的生命狀態 給你們全新的這個權力 全新的神道而言 有關係 全新的時空 總之一切都是新的 那麼新旦安靈 第五十節 第四節就是 只有神界的聖靈效能寫 因為聖靈參奧萬事 就是聖靈生奧的事也參奧萬事 這是我說的兩種智慧 那麼我們就問聖靈是如何參奧萬事 因為最主要的聖靈如何能參奧萬事 聖靈是掌揚的空間 和萬物 這是聖靈最大的魅力 他的功能 當我們要去認識三人一體神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把三人一體神 三分給各位的各個的功能 我們不看理解清楚的時候 我們對神的三位信 會有堅定的信仰 然後我們會被這個世界上 妙的一神論 一神論 我們說三 並不是說多會神 三位一體 我們強調三位一體 三位一體跟我們認識 認識的是緊密相對 就如同時間和空間 不能分割一樣 你不能關注時間內的空間 我們的認識基礎都是建立在 時空的一體上面 有時間是必要的空間 上帝的三位一體 就是時間和空間整理的經驗 上帝的三個魅力 在時空裡面有空間 我們看創世紀一章二到二節 我們看創世紀一章二到二節 就說 起初神創造天地 地是空虛的 冤面而來 神人的運行在水面上 這一句話 一開始 他就把神創造天地 創了一個主權的空間 創立空間 他就把這個靈 就麻煩就擺出來 就說明這個靈和這個空間 有一起來關係 如果你再把 以赛亞說 赤世紀一章二到二節 來看一下 他創造 從天空虛窮 將地和地所處理 並不堪 赤氣息給地上做 用赤靈性 行在其上 神要把達成之所 他這裡把赤靈性 赤靈性、赤氣息 是誰做這個工作呢 是聖明在做的 你看 聖明做這個工作 他會創造諸天 這個天說明中 不是一整天 是多層天 這個多層天 代表什麼 神的時空 有天使的時空 有我們人的時空 有動物的時空 等等 各種各種的時空 好 那麼有各種的時空 所以聖明都在不同的空間裡所創造的工作 然後我們在第二話 這個四邊 一百零四邊 三十九個 發生裡面 萬物就會造成 你也是避免更換一起 所有萬物被造 一定要在什麼 被造 一定要在空間裡被造 沒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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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空間 所以空間是來尋找 聖明來尋找 聖明來尋找 一個圖算 不當初就是stretch out 英文叫 stretch out 帝 是否復開呢 英文叫 spread out 那就是這樣 這要像我們 你有個 三明治上的 beta一樣 上去 有這個 所以聖明是這樣創造天理 的 억 那麼當我們理解了聖明 是神这样来创造天地掌握空间,以及我们空间中各种事物的这种确定和成形和它的位置都是圣灵来定的 这是圣灵的权物 那么这个圣灵的权物我们在哪些招集中可以看到呢? 第一个,我们看圣灵到先知能够作画的明天看到的印象,只是未来发生的事情 在以西节书11章224.0把我提起来 在印象中见到神那里,领我到迦勒底被捕的人那里去 我看见印象就离开,我上神去了 所有这些先知,包括使徒约翰,他看到印象的时候,会有什么灵把他提起来 转移到另外一个圣灵 以西节书37节,印象的时候,把约翰的手按在我们的身上 约翰进了他的灵,领我出去,把我放在平原上 这个平原固满了害,这是我们知道故伍重生的这个印象 我们到哪个地方看到这个平原固满了害股,我们没看到 只有什么?只有圣灵把你提起来之后,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 这另外一个空间,看到这个平原固满了害股 那都是圣灵所做出的 那圣灵不光是做这个工作,因为空间的管辖是属于圣灵的 圣灵也从人体当中驱赶血连和物耳来医治 所以我们来告我们医治,不要靠圣灵 马太福音12章28节,耶稣说 我若靠神的灵感觉,神的灵就已经临到你了 所以耶稣基督感鬼是靠鬼,靠圣灵 那么圣灵也让神的儿子,祂从神的宝座上,神的师父里面 进入我们人的时刻 进入到玛利亚的时刻,道成用神 从神的师父传入我们人的时刻 就是圣灵来帮助什么?帮助耶稣成就救赎 马太福音1章20节 大魏的子孙约瑟只管范子 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 因为他怀的命是从圣灵来的 而路加回1章3节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 这就是圣灵怎么来成就救赎工作 让神的儿子从神的时空进入我们人的这个时刻 然后约翰福音1章195 太处有道,道已是我们的 道就是谁,道成用神 住在我们的中间 满意恩典和真理 然后约翰福音1章195 我们见过祂的荣光 正是父母从徒生子的荣光 那麽圣灵呢 也让这个耶稣受死以后呢 引祂到旷野里接受死亡 在马太福音4章1节 随后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 受罗路释了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都是带领我们转移空间 位于空,空间的位于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都是有可圣灵的 圣灵呢,也受复活主的拆解 在主的身上成为契民 我们想看 在约翰福音2章21到2章 耶稣对他们说 愿你们灵安 若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只能拆遣了你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个口气 所以你们领受圣灵吧 约翰福音14章21节 但我会是 就是我父母因我的名 要拆来的圣灵 祂要把一切的事叫到我 也要把你们 也要使你们想起我说一切的话 所以再次圣灵是要把万事 向基督的人启示 启示 让你们明白 第11节 我们就说 第11节 除了我们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呢 这样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那么我们如果知道神的事呢 如何印证呢 罗马书八章九节 神的灵 虽然住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 不是属于肉体 而是属于圣灵 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属于基督 首先我们要有基督的灵 基督的灵 他们在启示录里面 被摇灰成神的灵灵 启示录五章六节 是这样说的 我又看见 宝座上有四个灵灵中间 并且在重灵灵中间 有阳光占捕 像是被杀过 他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零 共差遣到全地七零 这个羔羊 就是被钉在施石架上 为我们赎罪而死而清 复活后 有神的七零 被拆除到全地 这七零在哪里去找答案呢 答案就在以赛修十一章一到二节 从耶稀的树干 必生出一根嫩芽 从他的根 而出的枝条 必接骨子 耶和华的灵 必停留在他身上 就是智慧的灵 聪明的灵 谋略的灵 能力的灵 知识的灵 都敬畏给我们 我希望 这七零 都降到我们 弟兄姊妹的身上 因为有这个七零 在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我们能够 看透完此 就能够明白神 三个位格的功能 和职能 就能帮助提升我们的 认知能力 也要借助我们的圣灵 富有我们的智慧的灵 知识的灵 我们才能明白耶稣 三位一体的奥秘 才知道他们跟 师父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认知能力 超越这个属世智慧的能力 所以你们今天能听到 能看到的这些 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其他人没有这些 性质不能认知 这些事 特别是那些不性质的人 他们不认知 完全是跟神的那些隔离 他们更深隔离 他们没法看到 谁的智慧 他们也没有 看到这个师父 这个能力的观念 所以只有 认知能力的提高 我们才能更深的 认识三位一体中 三个位格 特质 功能的智慧 我们才能明白 上位所启示的奥秘 圣灵领导我们所启示的 来明白神的事情 第十二节 我们所启示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还是从神来的灵 教徒我们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我们是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要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离开两个要素 时间和地点 时间就是世界的预测 和发生以及结束 地点呢 就是时间的存在 和呈现 以及瑞与 和空间的位置 这就是我讲什么 那么 我们看 时间是父子掌握 父子是各种时间的原点 它是神时空的原点 是天使时空的原点 是天使时空的原点 也是动物各种时空的原点 也是动物各种时空的原点 只是时间的驱动者 事件的开始和结束 都是由此人做的 那么世上的灵 没有把时空 圣物 入职 圣灵 职责物 联系起来 世上的灵 是为了这个 联系不上 世上的灵 把上帝排除在时空之外 就要人们去证明上面的存在 然后你去传统医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你把神显微 为什么我要显微 你生活在时空里面 神就在这时空 时空就是我身体 世上的灵 不能证明 时空的存在 谁能够证明时空的存在 不能证明 不能证明 因为时空是人们生活的 有前提和根基 就像我们在学几何 我们学欧数的机会当中 都知道 欧数机会当中 有几个是公民 你不能去定义 你不能去证明 你不能去证明 什么不能证明 点、线、面 你不能证明 点 你只能给它定义 线 你只能给它定义 面临这个原因 但你不能证明 所以同样 师父我们是不能证明的 只能是什么 亲身、亲身感受 上帝是实力的什么 是找故事的 是实力的原因 你需要证明的 不如不需要 所以我们是 领受从神而来的原因 知道神开恩 赐给我们的事 第13节 并且我们所说的 这些事 不是用人的智慧 所指教的原因 而是用圣灵 所指教的原因 将属灵的事 解释属灵的 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圣灵所指教的原因 是什么呢 就是圣经 我们从圣经来解释 三维一体上帝 在十分钟的风格 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就是以圣经来解释神 解释神的话语 解释属灵的事 简单来说就是叫 以经经经理 我们就以圣经来解释 历史现代将来 解释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 解释我们现在的历史 解释我们每个国家 每个民族历史现代将来 用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这个事件呢 并不明白神的事 但属灵的人 却明白这个事件 所以属灵人叫知己之品 第十四节说 然而属血气的人 是不能准备 圣灵的事 神的事 反倒以为一种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到 神安在这里 保罗是指十字架上 指耶稣在世间 通过自己受难 来救赎相应祂的人 在哥林多佛书十章世界中 十等个性的人 为这世界的神弄消了眼睛 不叫基督的荣耀 和光照 所以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 都是 他们所看的事情 都是很表面 骗人 看不上身处 当你去看圣经里面的事情 圣经所寄出的事情 你看神在这个事情上 所有的作品 当你理解透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我们实际上这些 有真的事 他们见识 特别是现在的 主流媒体 一个 7月是正义法 是要谴责的 我们有国际法来支持 那么 我们看先知书的 约里面 告诉我们 先知书 约里面书 在27章8里 无论哪一帮 哪一帮 不肯服侍这 巴比伦王 尼不甲利萨 也不把镜像 放在巴比伦王的和像 我必用刀剑 饥荒 瘟玉 刑环 那一帮 直到我借着巴比伦王的儿子的手 将他们毁灭 当时在刑大国 很多人都要抵抗巴比伦 巴比伦 尼不甲利萨的父亲 世界各国都说 女士不对 女士是破产 女士是亲戚 女士是霸权 但是神叫约里面说了 不管哪一帮 哪一国 你们不肯服在尼不甲利萨的王下 我就用刀剑 激光 温云 形化奈 尼不甲利萨王是个好人吗 不是好 不是一个好人 他是一个 大金像 大偶像的 但是神就要用它 来降服这些人 那你想想看 你遣得吗 在我们救援里面 神刚才不是这样遣得 所以 所以 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个心里 可不要跟机变好 真的是神的心有 真的很 所以他告诉 牛太人 抵制巴比伦的侵略 你就要死于刀剑 激光 温云之下 顺存的就不会有种族 顺存的好族 好族 好族 就被收藏住 生养种族 不去巴比伦 留在耶路撒尔里面 把一个客人逃到埃及去 就如同暗透的花火 没办法吃 而被抛弃 要在列国当中 颠来颠去 从今天我们来看 巴比伦 完全是青年灰真理 而上帝却让这个耶利比 这样一个战争贩子 成为神的一个人 这就是书学系 自以为义的人 不能理会 神属灵的事 反倒因为属住 并且不能知道 第四五节 属灵的人 能看的外事 却没有一个人能看的 十六节 谁曾知道主的信 去照顾他们当努力 六 激怒的信 属灵的人 是把圣灵的原则 用于我们境间的实施 政治上 从现实中辨明自己 应该才看不及 在推特上有一篇短文 他说 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 人只是看客 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但必须在上帝和撒旦 这两个增长中 选择战断 但是你们说战断呢 所以我们就要丢掉 世界上所公认的 所谓的正义 我们就要检验 世上的善和正义 社会和我们圣经里的善和正义 我们不能看到和听到哪个国家侵略和进攻别的国家 就是条件反正是认定 那个侵略的国 就是非正义的 又该制裁 该解脱 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 本上帝主要用亚述毁调北斗的司令 用巴比伦助亲流大 略走流大 原因都是因为那些祭司在说讲语 从官长到百姓大武校 上有权有慧的福外 大肆灰火炫耀 充满了骄傲之道 法官 妄法判案 没有钱的穷人 总是被掠夺 缩要关事 在这样的国土里面 你说民众的良知良心要不救 靠他们自己是不可能的 只有什么 只有外地的干涉 上帝要刺激更强 凶悍的外邦 这些猎方的这些国防 来主动侵队 禁队以色列和犹大 那么这些欺验 以色列和犹大 你能说不正义吗 他正是上了心情 所以在亚述攻打 耶路撒尔的时候 犹大使用和埃及结合 对抗亚述 因为埃及是大国兵强武装 犹大以为靠健康武器 靠自己力量强大就能抵抗 亚述的进攻 像不像我们今天 我们依靠某些高科技 我国的高科技卫星链 隐形飞机 甚至最先进的武器 就是去抵抗这些侵略国家的武像 那耶路撒尔怎么说 结果不是除以我国民来罪障加罪 就是以赛从三十章来不解决 所以我们要小心变得 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透实事 不要误判战争 站在撒旦的房子前面 抵抗神的灵力的地方 所以属灵人的表现 令世俗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会做到最后的事情 做到核 取高核 就是赢 没有能理解的 你原来你最后看的 好像只有我们的叛徒 因为他们没有耶稣 所以我们当有基督的信 就有基督的人 自然就会有智慧的人 支持的人 更重要的是我们 尽微叶化在我身上 引导我们看透万事 我们就看透魔鬼的诡计和作物 魔鬼和世界 却不能明白神的作物 最后请问 属灵的人看透万事 首先属灵的人 从属灵的话语中 以基督的信 而领求理解圣经 在圣经中 被圣灵启示 更清楚认识三位一体 各个位格的职能 才能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 有智慧的人 和聪明的人 支持的人 尽微叶化 去明白神所启示的奥秘 由圣经来解释圣经 由圣经来解释历史 现代和将来 因为圣灵在三位一体中 掌握空间万物 和万物在空间的位置上前行 所以圣灵是参透万事的作用 天后感谢你 感谢你 赐给我们这些话语 坚定我们的信心 能看到 这些使徒们 文童们 他们忠心的时候 心意更新的是 如何能坚持功 我们不怕被世人所抛弃 如今我们在这世界上 我们面临很多的事情 我们就给我们更新的认念 让我们能坚定起来 我们不怕病毒 也不怕这些往年所带来的这一切 让我们有一个热心 来继续来示茂主 来把主的神 唯因兴旺起来 让我们更多的人 要救 进入神的魂 使他们能看到 神所为他们所预备 乃是眼睛所不能见 未曾享过 这一切崭新的 我们以上祷告 放出耶稣基督的名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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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